想要做出阿神奴冰工厂的二段跳功能吗 今天的影片我将带你一步步的写出二段跳的完整程式 让我们的游戏添加这样子的功能 哈喽大家好 我是克拉克 想要做Robot游戏却苦于英文能力和无法理解程式语言吗 在这个频道里 我将每个礼拜上传一到两次Robot Studio的中文教学影片 不管是程式理论游戏与功能实作 在这里你都能得到解答 现在立刻帮这部影片按赞并且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你就再也不会错过影片的更新咯 快点分享这个频道给你同样热爱Robot的朋友知道吧 那样子我们先开启一个新的Bestplay 我们在Explorer的Walker Space游戏场景中新增一个Tour Tour是用来让玩家装备在身上的 Tour我们会再出一支影片介绍 这里就不解释太多了 我们在Tour里面新增一个Part 我们需要将这个Part名称修改为handle h-a-n-d-l-e 这样玩家才可以拿在手上 我们按下Play进入游戏后 让我们的角色靠近我们刚刚新增的这个Tour 他就会把这个Tour拿在手上了 在Tour里新增一个Local Script 将Local Script的名称修改为Double Jump 二段跳 我们开始来写二段跳的程式 先将程式清空 定义一个变数 LocalTour等于Script的Parent 这个Tour变数 现在是这个脚本的上一层Tour 这个Object 为什么要定义这个Tour变数呢 因为我们要使用Tour里的Event事件 看到Tour的API说明 拉到底下找到Event 我们要使用两个事件 Equipped和Unequipped 这两个事件分别是当玩家装备这个Tour 和脱下这个Tour的时候 就会被Fired被触发 因为我们已经定义出Tour这个Object了 我们要使用里面的Event的时候 我们就要输入Tour 接下来我们要输入事件名称 那我们刚刚说了 事件名称分别是Equipped 还有Tour的Unequipped 我们要使用Event的话 就一定要跟一个Function进行Connect连结 那我们就要输入Connect 再来这里有两个方式 第一个方式是 你直接在Connect里面写Function 然后同样左右刮弧 在这边直接按Enter 它就会自己帮你把以下东西写好了 这是一个比较懒的做法 第二个方法是 你先定义好一个Function LocalFunction OnEquipped 定义好Function之后 你直接在Connect里面 放这一个Function的名称 那我这边已经定义好了两个Function 分别是TourEquipped 和TourOnEquipped 那这个两个Function呢 就被放在我们刚刚写的这两个Equipped 和OnEquipped的事件里面 每当这一个Tour 也就是我们刚刚在WalkerSpace里面放的这个TourObject 被装备的时候 就会触发TourOnEquipped 这一个方选 同样这个OnEquipped 事件呢 会在玩家脱下这个TourObject的时候 触发TourOnEquipped 这一个方选 这里呢我们就可以来做一个测试 我们在TourOnEquipped 和TourOnEquipped里面 写Print 装备 还有脱下 我们按下Play进入游戏 当我们的玩家去装备这个Tour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右下角的Output的视窗呢 显示的装备 我们再按一次这个Tour 将它拖下的时候 同样Output的视窗就会出现拖下 因为我们要判断的是 玩家能不能二乱跳 所以我们要先定义出玩家 怎么定义呢 我们先按下Play进到游戏 我们打开右上角的Walker Space 点击我们的角色 把它打开来 当我们装备这个Tour的时候 它会出现在我们的玩家的角色底下 我们如果把它拖掉的话 它就会消失 装备的话它就会重新出现 我们可以藉由这个特性 在城市定义出装备这个Tour的玩家 我们要先在我们的城市中呢 定义出这一些变数 我看到第七行的Local Character 这个变数 这个Character呢 会是我们进到游戏后 生成的我们的角色 第八行呢是Humanoid 我们的角色里面呢 都会有一个叫做Humanoid的Object Humanoid类人生物 这个Object呢 其实就是负责控制你整个游戏角色的中枢 里面的属性有你显示的名称啊 玩家的血量啊 角色是不是正在跳啊 角色跳的高度有多高啊 事件呢还能侦测角色是否死亡啊 角色是不是正在攀爬啊 游泳等等非常多 我同样会将这个API网址 放在底下的字体留言和说明欄内 第十一行Local Can Double Jump 毕竟我们的角色不是一开始就是二段跳 它一定得经过第一段跳之后才能二段跳嘛 这个Can Double Jump的变数呢 是一个布林子 它就负责的控制我们玩家是不是可以进行二段跳 第十三行Has Double Jumped 是否已经二段跳 二段跳完之后 我们还要再有一个变数来确认 玩家是不是已经二段跳过了 不然的话玩家就可以一直在空中 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 第十六行All Power 我们这个变数呢 会用来储存玩家一开始一段跳的初始跳跃力度 因为我们玩家会进行二段跳 我们的二段跳呢 会根据我们一开始的初始跳跃力度 来进行一个乘法 第十八行Tie Between Jumps 这个变数呢 是我让玩家进行二段跳之前要先等待一段时间 也就是等待0.2秒 他才可以进行二段跳 第二十行Double Jumped Powered Multiplier 其实呢就是我们玩家跳跃力度的倍数 如果你希望玩家可以在二段跳的时候跳更高的话 你就可以调整这个变数的数字 二十三行跟二十四行 我们待会呢会用到两个事件 那这两个事件呢都会被我们disconnect 会被我们断线 毕竟我们刚刚看到了 我们这边有connect 有连线自然也会有断线 我们待会讲到的时候再一起解释 我们在程式中呢要先定义这个User Input Service 这个服务 这个服务会负责取得你这个人客户端呢 按下了哪一些input input有什么意思 例如你的键盘啊滑鼠啊摇杆啊这些 每当你按下某一些按钮的时候 这个input就会取得你按下的哪一些按钮 我们可以看到User Input Service底下 有一个event 叫做Jumper Request 这个Jumper Request这个event呢 当我们的client也就是我们的客户端 我们的电脑呢 发送一个希望我的角色跳起来的请求的时候 这个Jumper Request事件呢就会被触发 我们刚刚在这边已经有定义了Jumper Request Connect这一个变数 那我们就在Tool or Equip的这个Function里面这样写 Jumper Request Connect 会等于UIS 也就是我们刚刚上面定义的这个User Input Service 这个服务里面的四件 Jumper Request 同样Connect 接下来我们要在这边写一个Function 我叫它Function OnJumper Request 同样我们将OnJumper Request 这个Function的名称呢 放进来Connect里面 复习一下 每当我的玩家装备了这个Tool 拿起这个Tool的时候呢 这个Tool or Equip的就会被触发嘛 然后Tool or Equip的这个Function呢 被触发之后 就会产生这个Event 这个Event是什么呢 每当我的玩家想要跳起来的时候 就会再触发OnJumper Request这个Function 在这里呢我们同样可以做一个测试 我们在OnJumper Request这个Function里面呢 同样Print 那我Print出玩家拿着装备跳起来了 我们按下Play 这时候我们玩家如果只是拿着装备的话 自然不会出现玩家拿着装备跳起来了嘛 但是我们拿着装备跳起来的话 它就会Up出玩家拿着装备跳起来了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一件很诡异的事情 如果玩家脱下装备的时候 我们同样再跳起来 它同样会出现玩家拿着装备跳起来 但是我们的玩家没有拿着装备啊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接着看下去 这是因为每当我们在程式中Connect 连结一个Event的时候 它就会在Roblox的伺服器里不断的去检查说 这一个Event有没有被触发 如果我们不去断开这个Connect 不去Disconnect 断开连结的话 就有可能导致伺服器存在一大堆同样的Event 这会让伺服器的资源被吃掉一大半 会让游戏变得非常Lag 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主动断开连结 我们要怎么主动断开连结呢 现在我们这个Jumper Request 这个Event呢 现在已经是Jumper Request Connect 这一个变数了 如果我们要主动断开这一个Event的话 我们就在Tour on Equipped 当我们的玩家拖下这个Tour的时候 输入Jumper Request Connect 同样要先在前面加一个冒号 然后Disconnect 断开连结 以求保险呢 我会在这边底下同样再输入Jumper Request Connect 然后复值为一个Nail 将这个Jumper Request这个变数呢 的记忆体空间给释放出来 那我们就可以在游戏里进行测试 现在我是装备这个Tour的 我们跳起来 右下角出现玩家拿的装备跳起来了 接下来我拖下这个装备 我们再跳起来 你就会发现已经没有在出现玩家拿的装备跳起来了 这是因为我们已经成功的 将Jumper Request Connect 这个事件呢给断开了 我竟然呢要在程式中检查玩家角色 是不是处于某一些不能够二段跳的状态 我们一行一行来看 这是一个If判断式 如果还不知道If判断式是什么的 可以看右上角资讯卡的影片 我们看到第35行 Not Character的意思呢 就是检查我们的玩家是不是存在于场面上 Not Humanoid也是同样的道理 我们的玩家存不存在Humanoid 这一个类人生物的object 36行 Not Character Extended of Walkerspace Standard of就是在检查 左边这个Character object 存在于Walkerspace 这一个游戏场景中 第37行 Humanoid Gate State 我们的Humanoid 猎人生物这个object呢 有一个方式叫做Gate State 检查玩家目前的状态的意思 我们玩家有很多很多种状态 例如玩家是不是死亡 玩家是否还活着 玩家是不是正在跳舞 玩家是不是正在游泳等等 我会叫Humanoid 这一个object 它会有哪一些状态的API网站呢 同样附在下面的置顶留言和说明栏中 接下来的Return这一行呢 在我们的韩式里面 使用Return只有两种状况 第一种是你在后面传一个值回去 第二种就是你要直接结束这一个function 如果我们的玩家处于某一些不能二段跳的状态的话 这个function接下来做的任何事情呢 就不会再继续往下了 当玩家要选择跳起来的时候 就会触发这个Unjumper Request 玩家要二段跳的时候 同样也会经过Unjumper Request这一个function 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程式的第42行到第47行 这一个if判断式呢 就是在判断玩家可不可以二段跳 和玩家已经二段跳了没 我们看到第42行 这是在检查我们玩家是不是可以二段跳 我们刚刚前面也有说了 玩家要先经过一段跳才可以二段跳嘛 后面呢我们使用End 因为两个条件呢我们都必须符合的状态下 我们才让玩家二段跳 第二个条件是Not Heads Double Jumped 这个变数呢是用来检查 玩家是否已经二段跳了 毕竟我们不能让玩家一直跳一直爽嘛 第43行 我们让玩家二段跳之后呢 我们就知道玩家已经二段跳过了 所以我们必须将Hads Double Jumped 这个变数呢改为True 44行 Humanoid底下有一个叫做Jumper Power的属性 这个Jumper Power的属性呢 就是指玩家跳起来的力度 那我要让它的力度成为多少呢 我要让它成为我原本一开始跳起来的力度 的两倍Double Jumped Power Multiplier 这个变数 46行 HumanoidChangeState 这个方式呢 就是改变玩家目前状态的一个方式 那我们就将它改变为 Enough HumanoidState Type的Jumping 我们就是将Humanoid目前的状态呢 改变为跳起来 到这边 这个On Jumper Request的方式呢 就已经完成了 我们在刚刚的Jumper Request Connect 在那个底下开始写程式 首先呢 我们要先取得我们当前的角色 我们输入Character这个变数 不值兔我的Parent 也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的 这一个工具的在上一层呢 就会是我们的玩家 接下来呢是Humanoid 我们都知道 我们的Humanoid是存在我们玩家角色里面的 所以我们同样输入Character 我们这边呢 我们要用WaitForTrial 找到Humanoid 最后呢是我们玩家一开始的跳跃力度 所以我们这边输入OldPower等于Humanoid 底下有一个叫做JumpPower的属性 我们接下来要来写玩家角色状态改变的Event 这一个StatedChange Connect这个变数呢 会被我们用来储存玩家角色改变的Event 我们可以看到Humanoid底下有一个事件 叫做StatedChange的 这个StatedChange的我们可以点开来看 StatedChange的这一个Event呢 它总共会传来两个参数给我 一个是原本旧的状态 一个是新的状态 我们将StatedChange的Connect这个变数呢 我们要复制刚刚提到的StatedChange的这一个Event 那我们这边就输入Humanoid底下的Event StatedChange的 然后同样Connect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再写一个Function 同样Function 我们叫它UnstatedChange的 我们刚刚已经有讲到了 这一个StatedChange的Event呢 总共会传来两个参数 一个是旧的状态 一个是新的状态 同样我们将这一个Function的名称呢 放到Connect里面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检查 玩家的角色状态 发生哪一些变化的时候 我们让玩家做哪一些事情 这边用IF判断是 如果玩家的角色新的状态 等于Event HumanoidStatedType 如果玩家处于Free Fall Free Fall的意思呢就是 玩家正在从高处往下掉 正在自由落体的时候 我们就让玩家等待一段时间 Time Between Jobs 0.2秒 之后呢我让玩家的状态 Can Double Chump 这个布林值呢等于True 这样子玩家在处于自由落体 Free Fall这个状态的时候 就可以进行二段跳了 那我们要在什么时候 让玩家才可以再重新进行二段跳呢 玩家在掉到地面 也就是站在地板上之后呢 我们就让玩家可以重新进行二段跳这个动作 我们就在UnstatedChange里面 在刚刚那个已判断式下面写Yalse If 我们说玩家的New State 等于Enough Humanoid StatedType 等于Landed 玩家的角色站在地板上之后呢 我们就让玩家的Can Double Jump 等于False 然后让玩家Hat Double Jump 同样等于False 然后玩家的跳跃力度呢 Jump Power Tool重新归零为原本的力度 这样子我们就重置了玩家二段跳的这个动作 最后呢 别忘了 StatedChange Connect也是同样的道理 我们要在玩家拖下Tool的时候 把这个StatedChange Connect 这个StatedChange的Invent 主动断开来 所以我们同样在底下 ToolUnequipped 这一个方式里面呢 输入StatedChange Connect 然后Mount號 同样Disconnect 我们主动断开它的连线 同样的我们让这个StatedChange Connect 这个变速呢 等于No 控制我们释放它的记忆体 再来呢我们就可以进到我们的游戏里 来主动测试看看 这个Tool有没有给我们二段跳的能力 我们捡起这个Tool 我们首先呢先装备这个Tool 把它拿在手上之后 我们按两下空白键 你可以看到我的角色呢 成功进行了二段跳 再来呢我们将这个Tool拖下来 然后我们重新再进行二段跳 你就会发现我们没有二段跳的能力了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二段跳功能的实作影片哦 还喜欢今天的实作影片吗 快点问这部影片按赞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你就不会再错过我的最新影片哦 快点分享这个频道给你同样热爱 Rodoblust的朋友知道吧 我是克拉克 我们下部影片见 拜拜